李小璐留宿PG1家中视频流出后 两位当事人李小璐PG1和加拿亮都分别在微博里发表声明 这三份声明都力争李小璐没出轨 两人只过于亲密的姐弟关系罢了 是不是姐弟关系咱们吃瓜群众无权干涉 不过作为娱乐圈明星 任何事情发生后难免都会被扒得一塌糊涂 李小璐留宿门事件后吃瓜群众立扒山西 发现李小璐和PG1私底下的关系还真是群同姐弟 依次一起去三亚旅游的照片被扒出 从照片他们的穿衣应该是属于17年秋季 也是PG1拿下中国有喜好冠军前后的这段时间 当天晚上李小璐闺蜜马苏的回应 他先向加拿亮道歉 然后解释说当天和李小璐约一起吃饭 其间某电影导演要谈剧本 三次完饭就去PG1家中想谈 之后马苏喝了酒睡着 其他人没喝 但因为只看见李小璐和PG1出来 应该是狗仔的观影套路 从马苏说话的态度 可以得知加拿亮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如果马苏所说的属实 那这次可真是冤枉了李小璐 只不过站在闺蜜的角度 马苏出来原场也并非不可能 并且小编翻了翻 马宝宝的微博 发现马苏和PG1的关系也非常好 并且3S底下时不时都会喝酒聚会 事实上这样的聚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11月20日 马苏晒出一张三人的合照 照片中李小璐身穿半套式装 浓妆艳抹不像是日常的聚会 应该是出席什么活动 两天后 晚上马苏点赞了极客俊一的微博 而微博里正是一伙人晚上聚餐的照片 照片里还有左边还有郭碧婷在场 而PG1和李小璐依然是紧挨着吃饭 关系非常密切 话说一般聚餐的位置也是很讲究的 普通朋友都是男女各开 PG1坐在中间紧挨李小璐 真是玩味十足 只不过 如果事情真如马苏所说 也就是说明 他们三人一起出演的嘻哈题材电影 将不久之后开机 就有可能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新电影炒作造势